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无垠的缝隙 你把梦想写在蓝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认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偏偏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倾诉 祈福 小丽公营七始得猴 凤长大人 起来吧 起来吧 立刻换马开饭 我们要赶路 要快 要快 诺 拿来 下个二个人 快 快 哲哲一杯朝服 腰斩一事 此地离无蜀大营还有多远 不到一天都路程 无蜀叛军已突破梁军防线 以近逼梁都随仰 我们快走 今晚年夜赶路 明天一早 一定要赶到无蜀大营 看来 皇上也是破釜沉舟了 杀了朝措 撤销了萧帆诏令 可悲啊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听说刘启 让你当上了宗政 贵为九卿 不错嘛 你出息了 请 伯父礼赢皇帝圣旨 侄子 你知不知道啊 寡人马上也要称帝了 那就是东帝 你说我还赢谁的旨啊 伯父 皇上已杀了朝措 也废除了萧帆之令 还赦免了驻王起兵之罪 也算仁至义尽了吧 大王何不见好就收 难道非要闹得不可收拾吗 你这个笨蛋 你难道真不知道吗 数十年来 还有一样东西 是你伯父一直想得而没有得到的吗 什么东西 天下 华人现在让你好生回去 回去后问问刘其老儿 这样东西 他肯不肯给我 给就天下太平 不给那就只好刀兵相剑了 员公是出了名的聪明人 像当初名将周伯 丞相身属家 都曾经在员公的手里栽过跟头 我们大王非常赏识你 认为你是大财 在你面前有两条路 要么留下 大王认你为中军参军 主持军务 要么 就杀你的头 绝不让你回去 员公要好好考虑考虑啊 大王的脾气 你是知道的 我应高还是劝员公一句 良亲责目而起啊 应先生 我们都是老朋友 我也有一句话 想请你带给大王 越莹则亏 物极必反 目前 无处军事虽然鼎盛 但老臣来时 听皇上说 朝廷 已经将李广成不时的赛上军纪 调往南方 一旦李成步 与梁王 周亚夫 窦英 鸾部 诸部会合 无处联军是否还有绝对的优势呢 皇上既已杀了朝措 又撤销了薛藩令 大王何不给皇上一个人情 即使不做皇上 又何妨称霸东南 做个东霸呢 哎呀 这水都泼出去了 难道还能收回来吗 你 以我们大王的圣名 难道看不透刘起那小子 他杀朝措 把薛藩令 都不过是为了争取 流行宗王们的缓兵之计而已 一旦联军各反其国 他就可以从容运筹 各个击破 就是他手里不能解决 只要名分在他手里 下一代 他也要让我们 段子绝孙 是啊 虽然进军的前景尚不能看清 但霸兵的结局 都是一清二楚 你现在没必要为我们做筹划 还是先考虑阁下自身 何去何从吧 刘通在哪儿 大王已经像赶狗一样 把他赶回长安去传话了 大王让他告诉刘起 原宫已降无了 好了好了 你再考虑考虑吧 我们都是老朋友 我已吩咐下面 不拿你当俘虏看待 只当客人 我一家老小都在长安哪 我的 我的后路都被你们断了 两位 四马下位 两位辛苦了 辛苦了 不辛苦 喝点酒 喝点酒 拿着 拿着 这这这 我来替你们的办 好好好 好好好 袁大人 袁大人 你还认得我吗 我谁都不认识 袁大人 贵人多忘事啊 我实在是不认得你啊 袁大人 你还记得 贵府上的丫头婴儿吗 婴儿 对 那是贱内 看着面熟 莫非你是 我就是当年 跟你家婴儿 一起私奔的那个 家童啊 原来是你啊 你们 跑到吴国去了 也是没办法呀 大人 您说吴军能胜吗 胜不了 皇上一定要赛上汉军南下 现在啊 皇上杀了朝措 一些亲王也会霸兵退出反叛联盟 再打下去 胜利一定会属于朝廷的 大人您是个好人哪 当年我跟婴儿私奔时 被您家卫舍抓到 你没有责骂我们 还放他跟我走了 小人一直欠恩公一个情啊 哎呀 此一时彼一时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大人 我来安排一下 我请你逃走啊 走啊大人 快走啊 走啊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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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驾 汉军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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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救我 你是什么人 我是朝廷奉长援啊 快带我去见你们的头领 把他绑起来 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 我这儿有天子亲书的朝廷诏书啊 那 你跟我走吧 你跟我走 将军是哪部分的 我是李广 哦 实际 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非将军 幸会 幸会 将军不是屯书在燕门吗 我昨日还在借将军的虎回夏虎王呢 难道你的部队真的都来了吗 哪里有兵的 朝廷只不过把我调过来 叶门那边 现在也吃鸡 原公 你与朝廁积怨多年 这次杀他 肯定是你的主张 天子的决策 岂是悲臣可以操纵的 皇上竟然也这等幼稚 怎么 怎么会以为杀了个朝廁 人家就会善罢甘休了呢 刘婢老贼觊于皇位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如今大半壁江山已握在他手 那座皇上的眼头 就这八匹大马也拉不回头啊 那朝廁的一颗脑袋 能代替江山吗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朝廁有罪 天子正行 并不完全是给七国看的 七国借诛杀朝廁为名 犯上作乱 皇上高瞻原主 看得很清楚 果断处理朝廁 也是深思熟虑的 现在 七国 已经揭去了伪状 天下看得清清楚楚 正义在朝廷一边 从此 朝廷将以意激报 岂有不胜之礼 得到多助 师到寡助嘛 得到多助 师到寡助嘛 大王 我还有重要军情要向皇上禀报 能不能立刻送我回朝 灭界皇上 我自己人都不够 哪有人送你呀 你就问问这位非将军 是否愿意帮你的忙吧 李将军 起来起来 有重要军情 马上出发 前面什么人 站住 前面什么人 站住 站住 驾 陛下 陛下 虽然五王不肯罢兵 我都不愿意 但是 但是 臣以为 臣以为 滚吧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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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一员猛将啊 朕知道你是前朝名将李姓之后 听说你神社功夫十分了得 天下无双啊 成盟陛下夸奖 末将不敢当 起来 现在正是用得上你本事的时候啊 你好好干吧 诺 李广你来 李广 正问你 隋阳那边对朕杀了炒醋 有些什么说法 末将 只是一介武父 对政治上的事一窍不通 当前吴楚两军攻势凶猛 臣在孙杨参战时 见梁王带着梁军 在城外几毕 与之会战连杀了七天几夜 陛下拨给梁王的骑兵 也伤亡惨重 只是梁军不得已退进城中 借助高枪伸垒 与之相持 而吴楚叛军人数众多 日夜夜轮番攻城 梁城中的守军 四伤殆尽 现在 就连梁王宫中的妇女和宦官 都已被韩国编入了 守城的队列与吴楚叛军决战 到了这个地步 那城里吃的喝的都还有吗 梁城 一边喝水 储备还够 只是 将士们的建筑 消耗得太多了 韩国让人们用棉被和战袍 挂在城堡上 用于吸附敌军的箭头 可是 数量十分有限 那还能坚持多久 半个月 陛下 恐怕连十天都难 不得了 朕知道了 这个周雅夫已经平定了山东四国 很快的 周雅夫的主力 就可折回隋养了 那太好了 我马上回去把这情况报告联网 末将告辞了 等等 李广啊 说实话 朝大人死的冤呢 末将以为 朝廷此取并没有起到休战的作用 相反 叛军以为朝廷软弱无力 气炎反而更加嚣张起来 末将以为大帝当前 朝廷应该更加坚定地削藩 坚定地平反 这样朝错朝大人 才是死得其所 以一人之死 换来天下人的良知 这样朝公的在天之灵 也能体会陛下的一番苦心 陛下 末将放肆了 死罪 你的一席话 如同是朝大夫的 冥冥寄予 春托 赐酒一壶 诺 末将会宫 将会拒绝 末将会被拒绝 末将会咨诺 请要赫国 杨奥 月 早 将会 末砖 末 评律 老师 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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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大夫的名字 干嘛偏起一个错字呢 陛下 什么意思 草错 费经的九州铁 铸成一把错 陛下 奴才没 没听懂 帐打完了 要在曹大夫的家乡 造一座亭子 名字就叫 旺鹤亭 吴楚联军攻破了梁军的防线后 对隋阳攻势十分锋猛 万一隋阳失守 洛阳方向也将陷入极大的危险中 那不仅仙就危险了 末将与叛军厮杀后赶到 吴楚联军现在战力非常的彪悍 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啊 目前战场的形势 确实是敌强我弱 我军加上梁军不足十万 而吴楚联军有二十多万 如果目前正面对战的话 我军会寡不敌重 我想 这个梁都城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不惊打吧 朝廷 先前曾经 花了大本钱在那儿 就说隋阳的城池 只有京都可以与之媲美 在眼下的这盘旗上 我要让隋阳城的高城深池 代替二十万的大军 这吴王刘碧 他想啃下隋阳这块骨头 不崩下他几个大牙 那是休想 所以我的战略是 以孙杨为诱饵 吸引敌军于城下 死打应拼 顿兵错锐 逼迫敌军拉长他们的攻击线 为最后的决战 赢的时机和条件 一旦条件成熟了 我汉军要倾其全力 一鼓作气 一战 而定天下 那 条件什么时候成熟啊 你有什么高见吗 太尉 说 梁王已多次求援 您都不予理睬 别人都可以拿来当诱饵 唯独梁王 他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 东宫太后的新家家 万一有个闪失 万一有个闪失 大汉就亡了 年纪轻轻的 哪里学得如此事故 我要告诉你 本太尉治军 那是一视同仁 我只对战争的全局负责 不会考虑 谁是什么新奸家 那 这个责任 责任由本太尉负责 既然皇上 授予我指挥大权 我只对皇上负责 对战争的全局负责 如果出了什么差错 要砍的也是我周雅夫的脑袋 你 你 又想家了 再过几天 我陪你一起回长安去 真的 我的铁迹十万 不日就要南下直取长城 到时候 我带你一起回去 咱们也到卫阳宫去住一住 大湛鱼 奴才又急事禀报 什么事啊 汉朝国内局势已突变 周雅夫已平定山东 陈云 您看 您看 我早就料到这些王爷都是绣花枕头 外边好看 里边软 现在的局面是 汉廷已经放弃了和谈的幻想 决心以武力勘乱 大皇帝 已经连续颁发了几道诏书 周雅夫部已平定了山东 回尸河南 大陈云 奴心 大皇帝还听说斗婴鸾部 在稳定洛阳之后 正沿着黄河东进巩固山东 赵王那边怎么样 赵王原打算配合我军 夺取云中带军之后 与我匈奴铁骑联兵南下 赵王他现在在哪儿 赵王军破之后 已归缩回邯郸 邯郸 我早就说这些王爷都是猪 就这些猪 他们还想造反 还想争天下 真没想到 朱王相约各不同心 齐王淮南王临阵被约 焦西王见周雅夫大军一道 不战而响 不战而响 只剩下吴楚一路孤军 被困隋阳 胡王那个 分禁合击惠师洛阳 进去长安的计划 已完全破产 幸亏我大军还没有大举进攻 没有和汉朝死破脸哪 大陈游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进退自如 进可以夺大汉的江山 退可以做大汉的亲家 奴才还有个主意 你说 我们的大军 现在已部署在长城之前面 使汉庭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何不趁此时派使者去汉朝 请他们送一个真正的公主来 这是个好主意 周雅夫那边有新的军报吗 还是那份 陛下已经看过好几遍了 这次周雅夫不走大路出汗谷 侧其道而行之 避开了无处的正面 避开了无处的正面 从蓝田出武关直去山东 三天三夜 出现在济北叛军的跟前 神来之彼 是 陛下 济北四国的叛军 已经不战而降了 但是梁王 还是派人来催 说是周雅夫按兵迟迟不动 梁王说他那里要顶不住了 他顶得住 别理他 这些奏报要保密 免得搅得人情惶惶 特别是太后那边 绝对不能知道 奴才明白 您放心 华人派去求援的里馆回来了吗 带王 还没有消息 难道他被周雅夫给扣下了 带王 这几天来 无处叛军的锐气 臣感觉明显有些低落呀 是吗 正是如此 好 好 刘碧这个家伙也尝到了我梁国将士的厉害 再派个人去催周雅夫的援兵 梁王派下官再次执报太尉 无处叛军已多次突破孙杨成围 现在不断以重兵驾云堤攻城 城中见势不足 士足劳顿 虽杨危在旦夕 梁王恳请太尉 火速派兵向我军靠拢 你梁王打得不错 本太尉知道了 你还有要说的吗 梁王问大军何时可到虽杨 梁王派下官来此的同时 已向皇上和太后派出了红领及时 所以还请太尉三思 你这是什么意思 梁王要本官转告太尉 如果太尉拥兵善权 导致梁都城陷落 那后果 你是什么关系儿 小丽是梁王府詹氏 一个小小詹氏也就是年制八百大马 你竟敢出言不逊 冲撞本太尉 下官虽然直觉卑微 但下官奉命传的都是梁王的话 好 我周雅夫受大皇帝命统帅全部汉军 而你呢 一个区区八百弹的梁国战士 竟敢在我这里干预军机 来呀 太尉拖出去 打十五军棍 一名军机 太尉 太尉 走 你这打的不是下官是梁王 你打狗也得看看主人 再又不听我的指挥 善意军机者 本太尉格杀无论 你们去吧 是 太尉 外面有个客人要见您 滚 我什么人都不见 来人说 他您不会不见 笑话 他是谁啊 他说他叫巨梦 巨梦 快请 太尉 太尉 还认识小人吗 江湖上 谁不认识你大侠巨梦啊 你来得好 吴王起兵东南 竟不用你大侠巨梦 没出手他已经输一半了 你何故来此啊 是鸾部将军 叫我来此觐见大将军的 巨梦院召唤吴岳右侠 归信朝廷 以祝大将军平叛 真是太好了 雅夫得你巨梦一人 又等于增加了十万精兵啊 大将军谬讲了 不过 这次巨梦还为大将军 带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谁啊 太尉请看 将军大叔未婉 你怎么把他请来了 怎么样 太好了太好了 来啊 把这个车棚给我掀了 这 还愣着干什么 先了 我先去 魏老夫子 雅夫这里有礼了 大将军别来无恙 来来来 请请请 魏老夫子 请用酒请用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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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好酒 魏老夫子 现在两军相持 你对形势有所高见的 将军当前真正的忧虑 何在呢 五楚联军 兵多势大 舍军的树北 而梁王呢 一日三番地敦促我出兵救援 那皇上的意象如何 皇上的意思 我实在是捉摸得透 按说梁王是他的亲弟 可皇上每次来赵的时候 并没有特别催促我 立即原良的意思 皇上高明啊 大将军 如果现在就催你 与强敌会战 万一一战而败 不要说虽阳城将破 就是寒谷关长安 也保不住了 不要说皇上不催你 就是下金牌来催你 大将军你也不能听啊 将军应该想到这一点 不要太多顾心 尽管放手按既定的战略去作战 先生所言极是 我这下就去了一块心病了 但是娇齿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 那这打蛇呢必打七寸 无处联军人数虽多 但是也有七寸之地 这七寸就是两个字粮草 常言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手中无粮心中大乱 无处虽有百万大军 我想那也不可一日无粮啊 妙 妙啊 寡人倒要看看 留伍这毒能成多久 命令全军轮番冲锋 给他来个车轮大战 大王 众命存义坚程之下 是兵法大计 那按你的意思啊 那寡人还要退兵不成了吧 年轻人 你有何高见 不妨说来听听 末将以为吾国步兵较多 有利于走险路 那么这样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 末将以为我军东进时 从城池经过 而不去攻占他们快速推进 只取洛阳武库及熬仓的军粮 凭借洛阳居天下之中的 优势的地理位置 而号令天下 这样即使不攻入韩国关 而天下的大局可定 假如只为了夺翼虽扬 久突不决 久必生变 则大局败矣 你们以为呢 在这座城下 我军死伤数万 如果捞拿不来 岂不让人耻笑 不要被眼前的一点困难 吓得不知东南西北 对 两军相逢勇者胜 刘武那小子 就要撑不住了 你们都知道 寡人做事 不做色矣 做就一气到底 传我的命令 我们一定要冲进绥阳城 临阵动摇者 斩 首先突入绥阳城的 不管是官士兵 赏黄金一万两 属下参见将军 你说你是韩王信的儿子 是的 你擅长于 你骑兵作战 过奖吗 本官现在 要你去办一件大事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的卸任 你看 怀四口是无处叛军 纯军两之地 你现在立刻带三万精锐 骑兵部队 奔袭怀四口 消灭叛军运粮队 然后烧掉叛军粮仓 一定要把叛军粮倒 给我截断 属下遵命 李广 你还是查回虽阳 给梁王送封信 你放心 今天晚上 我连夜杀进整局 你把 皇上的一道口语传给他 出发吧 诺 末将李广 求援归来 叩见联王 李将军 皇上有何旨意 皇上传旨 嘉奖我 全体守城将士 皇上没有提到 派兵援助的事 据臣所知 皇上手下 没什么兵力了 连身边的警卫军 都派给了周亚夫 可是 这混账周亚夫 为何按兵不动 这皇上就没问一问吗 皇上有一道口语 什么口语 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 这 这 这 什么意思啊 皇上的意思就是 他把战争的决策权 都交给了周亚夫 太尉他还让末将 把这封信交给戴王 您看 悟请梁王再坚守一个月 无处必自乱 无处必自乱 混账周亚夫 他这是站着说话不腰腾 见死不救啊 总有一天 我非灭他久足不可 最后就能做好事 他是不是 您是干大事的 他 坚忍 方能成极大意 获惜以福所医呀 你这个老家伙什么意思 代王只要我们能坚守住 平乱的头等功臣 就是您代王啊 那依你看 我们还守得住吗 臣以为无储君已困 肯定能守得住 你这个老家伙 好吧 我就把你当个人质 若是城在你人在 若是城师被攻破 我先千刀万剐了你 如果城破 老臣自然是难辞起来的 老臣自然是难辞起来的 咱们也想要好好看看 也想要让你去 行人 这些人都没有 找你 这些人 不乱 我 那 也是 那 多 这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